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课程 进入这个师生之道 我们先谈为师者 谈到第三个部分 师之本分 本分当中我们首先提出来 第一是教学的内容 上一次提到文行中性 是教学的内容 跟 论语当中提到 孔子的十大弟子 是德行 言渊 明子谦 阮伯牛 重工 这是德行 言语 载我子共 正式 阮求记录 文学 指有指向 这是孔门士科 跟直以士教 文行中性 很相应 比方文 比方文 就是文学 行 德行 中 这办理国家的事 正式 信 信是言语 是很相应 是很相应 那我们呢 复习一下 上次最后谈到的 大家记不记得 上次谈到什么 我们两个礼拜才建议吃面 所以 论语当中提到好学 日知其所无 月无望其所能 这个 日知其所无 是知心 温故而知心 月无望其所能 这个叫温故 而且温习 学过的东西 温一次还不够 要常常温习 那因为谈到的是教学内容 我们以 我们很 崇敬的 我们学论语 也是以他老人家 为指导 就是李秉兰老师 他在教导学生 也是试科 跟孔子的教学内容 很相应 我们复习一下 上次提的 第一 一约 言经 你要研究经典 深入经典 要明理 不明理 不明理 怎么明明德呢 明明德是自爱 清明是爱人 都不明理了 怎么可能可以爱己爱人 第二言语 第三文章 第四是半识 跟这四课都很相近的 而且 你研究经典 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德行 所以言经 值得本 故 举凡 儒家十三经 佛三藏十二部 皆当言之 读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 哇 深吸一口气 读这么多书 我们现在时代变化很快 现在生活很紧凑 而且家庭工作压力 应该都比以前的人重 所以诸位同修 以前的人好命 还是我们现在的人好命 这个自己想吧 李老说了 而贵能得其子 你学很多部经 进一步更重要的 要得到这一部经的要子 你不能学了老半天 不知道他讲的重点在哪里 中药在哪里 若利有不殆 时间经历顾不上 那论语弥陀恶经 练所要 你在世间 你要把事情办好 要修身齐家自果 论语 半部论语 半部论语 知天下 你不能只有求世间 你还要出时间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宗辅难生 以这两部为首要 那现在 那现在 无量寿经 绘几本 夏老 良苦用心 他老人家说的 着势无辱 念佛好 此生端为大经来 夏老知道 他这一生最重要的死命是什么 汇集无量寿经 因为有五种 原意本 以前 这个 王荣书居士 魏陌生居士 他们都汇集过 不够圆满 所以我们 要动态去领悟 善知识的教诲 而且这个 无量寿经 绘几本的 每一柱 还是 李品来老师 亲自交给老上的 好 我们可以 以这两部经 为首要 那办事 真福会 凡事立众诸事 均可为之 随缘随分 去做 可是要把事办好 也要通达人情 你不通达人情 一半事 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李老编了一本书 叫《常理举药》 这个要学 学这一部书 李品来老师说 是 不要让人 讨厌 那代表 这一部书 假如不学 铁定让人家 生烦恼 所以这是 必学书 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觉得 时间不够用 好事啊 感觉时间不够用 就不会浪费了 前几天 跟几个年轻的同学 交流 好像其中 跟六个学生 课程交流 有两个说 他最近发呆啊 我说 你还有时间发呆 你假如觉得 一天四十八小时 都不够用了 还会有时间去发呆吗 我们这一代人 是成年才学的 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还有好多东西 要下功夫去对峙 比方说 望念很多 请问 要花多少时间对峙啊 若要功夫生 铁楚磨成绣花针 你不老实念佛 怎么可能望念会少呢 那这些功夫不能不下 有定刻念佛 还要有闪念啊 行柱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之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功夫都下在 刻念做圣了 可以刻至望念了 孔子教颜回 颜回是他最优秀的学生了 颜回问人 孔子知道什么 刻己复礼啊 其实就是刻念啊 复礼 恢复 恭敬心啊 礼者静而一矣啊 你整本礼祭的 要旨在哪 就学到恭敬了 礼仪三百 那么多礼仪的 规范 就是让我们回归恭敬心 回归真心啊 要掌握那个钥匙哦 比方说 假如我们学里啊 在 餐饮业服务 鞠躬都90度的 但是呢 客人走了 下了班了 抽烟了 那个行为都 动作都很粗俗了 在客人面前跟客人 这个 面后 身后 不一样啊 那请问 这样的鞠躬 能不能修这一颗心啊 哇 那它越分别了 越做表面了 学东西啊 不能学在向上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哦 实质 就是 修心啊 心是根本的 好 所以刚刚提到这个 常立举要学 我们认知到啊 要学的东西很多了 不使一秒钟空过了 不使一句话空说了 该读的 该下功夫的 太多了 懂得道理啊 都要用心去落实它 所以古人学问 无余力啊 少壮功夫老死成啊 少壮就学的道理啊 一直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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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老了才 慢慢得力了 只上学来 终觉前 觉知此事 要功行啊 只上学来的道理啊 那只是知道啊 还没有悟到 还没有做到 还没有得到啊 都要去下功夫的 好 那不知道 诸位忍者 最近馒头吃的怎么样 我们应该有点默契 大家知道吃馒头 是什么意思 我们念佛法门是 他立派果教门 从果起修 直接吃馒头的 不用选种子 也不用种麦子 也不用浇水施肥 直接吃馒头的 不能把修行 看得太简单了 会掉以轻心了 时间就通通流过去了 尤其我们成年以后再学啊 更不能浪费时间了 分秒必争才想啊 我们很想分秒必争 怎么常常浪费时间呢 这个问题要探讨出来了 所以修学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啊 叫发愿啊 发了愿就有动力啊 入道药门 发心为首 修行集物 立愿居先 愿力则众生可度 心发则佛造堪称 我们愿没有发出来啊 所以那个动力不足啊 常常就懈怠了 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 假如我们想着 我这一生一定要把父母送到极乐世界去 父母离成垢 直到方成就 我发了这个愿 而且很深切 那我们要把净土法门好好深入啊 你才可以引导父母啊 再来我们念佛要愿念愿得利啊 父母家里人看了 哎呦怎么愿念愿年轻啊 愿念愿发喜 他们有信心啊 真正要帮父母 帮亲戚朋友了 我们的身教言教啊 都要下功夫的 所以我们会懈怠啊 就是愿 没有发 发了 没有保持 要把原因找到啊 不然我们都稀里糊涂 这样混日子 不行啊 所以办事啊 都要通达人情 你跟人一接触都让人家 讨厌了 怎么办事啊 尘事不足 败事有余 在昌理主要 我们也要花时间来学 这里还提到 读二十五史 历史是一面净子 世间没有新鲜的事 我们现在遇到的历史里面都有 能够从历史学到经验 那 李老说了 假如二十五史 没时间读啊 这个 欲批通鉴吉兰 这个是 把历史里面挑出来 给皇帝看的精华 我们现在有一套书不错 老和尚大力推荐 群书之药 因为这一部书之前 王师了 留到日本去了 现在回来了 群书之药有五十万字 读不来怎么办 读群书之药三六零 这本书每天可以看 你遇到的修身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团体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编这一部 是依据四个纲领 修身 其家 治国 平天下 都可以查 像 我们 这个 加拿大的 这个忍者 包含澳洲啊 这些国度啊 都是 多种族 多宗教 移民的国家 你怎么跟不同的 种族 宗教的人 相处啊 天下能和和啊 这些资料 都值得去查一查 去学习 那言语 文章 这个都是 我们在这个世间 会用到的 工具 一定要有次序 一要能畅达 言语 文章 文字 都要流畅 所以 历史当中 这些 诗文家座 也都好好去 引勇 去多读诵 像古文官子里面 一些很有名的文 古文啊 可以多读 这里还介绍了一部 纪小兰 先生编的 《月为草堂笔记》 他文字很精炼 而且啊 都谈的是因果报应 这个因果教育 在我们这个时代 也是特别重要 好 我们在 就李老的交召 李老办了一个 内典研究班 学生八个 老师六个 八个学生 成就都很高 其中 有一位是果青律师 现在在绿中介 威望很高 包含 红明小学 因为这八个同学里面 两个女同学 这个连女士 她就创办 红明 学校的 我的了解 没有一个没成就的 还有一个好像是 好像是起冲学校 还是 还是起制学校的校长 所以学生 不再多 再尘采 那李老呢 给这个班呢 定了一个班训 里面有八条 都是呼应 孔子 德行言语 正式文学的教学 其实我们半班呢 这八个原则 都是最核心的 第一 我们刚刚也探导过了 言经贵在德子 你研究经典人 要掌握他的 最重要的药子 重点在哪 核心在哪 我请教大家 无量寿经的药子在哪 哇 你不能答不出来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个就是他的药子 言经贵在德子 那我再请教大家 金刚经的宗旨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是 常常读金刚经的 言经贵在德子 有一本书叫 毛棚杂技 这是台湾一位高僧 他的成就很高 这是灿云法师的学生 原音法师 他在毛棚里面 精进修行 有一些心得 他就用毛笔把它写下来 跟夏连居老居士 在精进修行的时候 有灵感 写下来 我们熟悉的 自颈录 大家对自颈录 有印象吧 我们讲课当中 常常跟大家提到 自颈录的教诲 学道须打破 自欺一关 使有商量处 须拙然见得满身过失 功夫使有着手处 此两关不破 任你弹选说庙 终是门外打之道 门都进不了了 这两关要打破 你看孔子的提醒 都跟这些很相应 孔子说 以以乎无畏见能见其过 而内自颂 所以孔子感叹 算了吧 算了吧 我没有见到 能见自己的过 见其过 内自颂是悔过 还没到改 能知过悔过 这善根就很厚了 所以夏老说 要见得自己 浊然 浊然就是很清楚 见得满身过失 知过 才能修了 所以孔子提醒 所以孔子提醒 能知过 悔过就不容易了 你看这些祖师 他留下来这些心得 自治足迹 都是修行的关键 他们都是同体大悲 我们肯珍惜 修行路上少走很多弯路 像这个园音法师 他的心得都写着 李秉兰老师说什么 黄炼祖老居士说什么 他出家人 他赞叹 在家这些 大德 他一提到放声 莲职大师说什么 偶艺大师说什么 我们一看他写的东西 数而不作 而且他写了很多 隔岩连壁 隔岩别路里的教诲 显然我们这个时代 人情势力 比较不敏锐了 这些高深大德的应激说法 无我们的缺 这个不是责怪任何人 因为万法因缘生 以前的人 一出生 家里多少人 少则七八十人 多则两三百人 我们现在一生 家里多少人 独生子女 家里三个人 假如父母 不懂教孩子 那两个父母绕着你 转了 四个老人 也绕着你转 那就变成小公主 小皇帝 以前生出来那么多人 你不去替整个家族着想 你就常常 你就常常得要 爱 爸爸妈妈 长辈 敲头 也不动动脑筋 从小就 你不得不替 全家族的人 着想 你在替人 着想过程 你很自然 慢慢就会体恤人心 假如所有的人都围着自己赚了 那就自我中心了 怎么去体恤人情 所以我们要补课 你看以前大家族接待客人 全家总动员 你看现在客人来了 在那看电视 动都不动 头就 转了一下 嘿嘿嘿 就转回来了 结果我这么讲 有家长说 头会转还不错 有的连转都不转 这可不能说不错了 不然这个月降 降到 都不知道是啥情况 所以这些主师们 他给我们留下这些 法身色力 我们要体会他的苦心 你一体会到 你看他留下来的 这些法语 你就感觉他的加持就到了 所以 这个原因法师说 金刚经以无助为终 我们常常讲 因无所住 而生即兴 六足在这里开悟的 我们要知道是以无助为终 你抓到这个钥匙了 任何时候都不能执着 不能出现执着点 看 听 经历过事 都不能出现执着 一执着 这个心 就会有烦恼 就会急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心 就不在真心 不在 这个安定当中 所以自己要关照自己的心 观自在菩萨 观自己自不自在 你听经了 听执着了 你的身心也不会自在 我们王川大夫 跟一个老人家 看病 给他把脉 王老师有开老老横眼的课 大家都学习 好好照顾自己 不然到时候 家里人都还得照顾我们 更重要 要学会照顾父母 照顾家人 都要学的 以前古人 三一命普相 三 会看风水 为什么 你要安葬祖先的时候 你要安葬在 不会遭水灾的地方 给祖先 给离去的家人 考虑得非常细致 这个我们的祖先 有可能是在鬼道 他的鹰宅 淹水了 他会很不自在 真的 有 祖先太痛苦了 刚好这个子孙 阳气比较弱 这个祖先就附在 这个子孙的身上 说 这个 我这个地方都潮湿了 很难过 还有啊 我是喜欢吃鱼 你们怎么给我拿鸡肉来干什么 真的 生命没有死 重要的是去哪一道 不过我 我听到这个故事 对自己很有警惕 你看死了之后 那个习惯还是在 连抽烟都要抽中华的 其他的不欢喜 哎呀这个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我想你还想抽烟了 我看极乐世界去 要去比较困难了 还有一个力量啊 比念佛还强 我现在不做什么 这个佛也念不了 我抽一下 我待会就好好念了 那代表那个力量啊 可能比念佛还强了 修行人要有警觉性啊 我们现在身体都 都健康啊 我们 那个贪啊 贪某一个人事物啊 我们都 没有办法从这个人事物抽离开来 止不住 在想这些人事物 更何况 灵终的时候 身体更弱啊 你能控制得了自己的念头吗 所以现在身体健康啊 在念佛的过程 哇好多妄念啊 你就观察到 为什么会起这些妄念 因为我们还牵挂这些人事物嘛 就要更提醒自己啊 慢慢要放啊 事办完了就办完了 不要一直在那想了 不要挂心了 这个都要锻炼了 离有顿悟啊 事要见修啊 而且我们冷静 思考思考啊 你去想那些事啊 都是大烦恼 对事有没有帮助啊 对人有没有帮助啊 不如好好定下心来念佛 回向给这个人 回向给这个事 而且你念佛定下心了 你心有定力了 你去帮这个人 你去处理这个事 状态才会好啊 常常思维了 慢慢你就觉得 哎呀 别干这个 对自己对别人 都没用的事 浪费时间 而且忘念越来越多 甚至还养成念佛的时候 都打忘想 口念弥陀 心善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了 办事的时候 专注办事 念佛的时候 要专注念佛啊 好 怎么念佛 才能念得好啊 我们有没有 好好从老和尚的经教 主师的法语当中 掌握念佛的 这些重要的 原则 方法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不能都要靠别人 诸位仁者 我们两个礼拜 建议一次 这两个礼拜 你们有没有再翻开 论语看一看 我话就讲到这里 再继续讲下去 就不是很好 你学习东西不能变成依赖了 你觉得这个东西重要了 那没有人推你 你都会主动去学 我们现在真的会依赖的太严重了 那一天还有同修 说这个找对象这么重要的事 我实在智慧不够 法师就交给你吧 你帮我找 你看我得接这个球 不能依赖到这个分上来 那首先第一 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面对境界要清楚 这种问题 一不小心回答的分寸不对了 就麻烦了 为什么 回答的分寸没拿捏好 我看我这个出家人不用讲经了 到处有人找我 给他找对象 那我给佛不上打屁股 服务正业 所以请这一位仁者高抬贵手 这个我是出家之人 我最重要的工作是讲经 再来 假如说这个有个出家的人 专门给人家找对象 这个传出去流弊太大 流弊太大 因为出家的表法是什么 要出离世间 所以这个世间的事 随各自的因缘 我们不去鼓励 好 所以了凡事群说 不论现行而论流弊 你考虑事情 不能考虑眼前而已 考虑你做了之后 后面会不会有流弊的问题 再来 现在连当父母的都不敢给孩子 说来 我给你找对象 父母都不敢了 法师怎么敢了 这个 印光祖师 大家注意 你看这些祖师 他们都非常敏锐 能洞察时代人心的变化 跟众生的需要 大家看印竹文超 多次提到女人生产 印光祖师 很年轻就出家了 可是你看 他为什么提世间 在家人的东西提那么多 他就慈悲 女人有好几关要过 其中一关叫产关 女人首先要过情关 一般来讲 女人的情比男人重 比方 这个女子 因为爱情 殉情 可能世间的人 还会觉得有点凄美 你假如听到一个男人 为情去殉情 你会怎么想 太没出息了吧 所以你看 男女还是有不一样 现在孩子生的少 女人又在职场上 异性观 接触的异性太多了 以前的女子 她生八个 你看 她的时间都用在 相夫教子 把整个家庭照顾好了 你看这些官不少 其中这个惨观 你看 英光祖师一直在提醒 慈悲 还有 真的信众 写信来 我女儿要出嫁 你看英光祖师很慈悲 给她开示 这个女儿的对象 一定要她同意 这个祖师在提醒当父母的 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古代的父母之命 没硕之言 对父母很孝顺 父母定了 以父母的人生阅历定了 哪怕她觉得 不是很妥 就是婚后 不是很妥 她也不会怨父母 可是现在的儿女不一样 所以英光祖师提醒 一定要她自己同意的 所以法没有定法 要应激 所以诸位当父母 也要应激说法 所以今天我们帮人家找了 结果结了 不欢喜了 她会怎么想 都是这个成德法师害我的 所以你看我们 都要拿捏应对进退 一个人 你人生重要的事 你不可能依赖别人 要提升自己的智慧 德行 你说找对象不是会看吗 你会看 看得挺准的 你找到一个不错的了 可是人家不要你 是吧 你挺会挑的 挑碗人家说 No 那你不是白挑了吧 俗话说的 龙交龙 凤交凤 方以内聚 物以群分 所以 思维事情 都要能从根本思维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身 所以大学里面讲得好 有德持有人 有人持有土 有土持有财 有财持有用 那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他讲这一段 在大学里面是谈治国 但是大小都是圆楼 大可以用在智国平天下 小呢 修身齐家都用得上 那你经营一个家庭 有德持有人 你就感召 志同道合的另一半 见和同结 有人持有土 夫妻 这个恶人同心 其利断经了 你就发展出家业来 土 以前是土地嘛 经 百姓耕作嘛 就有财富了嘛 你看这些理相通的 有土持有财了嘛 有财持有用 你们家 有财富了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把下一代栽培好 去利益 社会国家 那你们家就变成菩萨道场了 佛化家庭了 那就很殊胜了 黄念族老居士 有指导 找对象 第一 他是明理的人 这个 您跟明白人吵架 不跟糊涂人 说话 你们有没有曾经跟人沟通 沟通到 都快累死了 但是对方还是听不懂 当然 也要考虑一下 有没有自己表达 不清楚 假如自己表达很清楚的 对方还是都听不懂 那你就知道 那个很累了 第一个 你要找明白 明理的人 不能都是打混账的 稀里糊涂的 第二 要诚实 夫妻之间不诚实 我那个日子过起来可累了 第三 善良 第四 要正派 不能乱搞男女关系 这一点 在现在社会很重要 你看现在 这种 财色名利 充斥 他这个根基不老 会出事 出事 影响下一代 接着黄老讲得很公道的话 你不能要求太多了 不然你就找不到了 能这个试点掌握 就很好了 再来 趁早找 不要三四十岁再来找 这个就又不容易找了 所以应光祖师说了 你假如不是下定决心 不会动摇 那女子的话 还是早一点 结婚 你才好早啊 当然这个早不是每天东看西看 还是用感应的比较好 你假如有愿呢 你就请佛菩萨加持 跟观世音菩萨求 不过你条件自己写好 不要到时候找到了 我当时忘了写两个条件 你自己写清楚 我有遇过真的写的同修 连戴眼镜 他都写上去了 后来真的 每一条都有符合 当然你写这个的话 不能忘了提升自己 不然到时候找到了 人家还是不接受 好 你看这祖师考虑师 还是很细的 好 好像拉得有点远 我们回来 言经贵在得子 你包含 你跟印光祖师学什么 跟黄念老学什么 学他们的慈悲心 目显到目其心 你研究经 你要把最重要的宗旨掌握 你更能学 要效法他的存心 他的心在哪里 他的心在他的教诲当中 他的心 甚至于在他的一举手 一头组当中 你看老后 看到那一岁多的小朋友 来送他 明天给你糖吃 当天回去 马上交代 给我糖准备好 对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都这么恭敬 这就是老儿上的心境 每一次到一个地方 要走 以前 一定拿着一大包礼物 到厨房去 老人家 感谢人家的辛劳 老儿上这个 道义之心 吃恩报恩之心 这是我们的学处 好 所以金刚经 以无助为宗 你掌握这个宗 你金刚经什么时候用 随时用 比方说一般的人 金一试 掌一怕 一招被手咬 十年怕草成 我们有没有感觉到 当我们经历一件事 产生一种忧虑 产生一种 负面的情绪 观自在 不自在 会学的人是 历世练心 经历每件事 练出什么 练出真心来 练出越挫越勇之心 百折不挠之心 练出菩提心 我们在课程当中 跟大家交流过 很多次了 谁是菩提心 谁发生的事 菩提心更提升 知土如影像 横发红世心 我们接触的一切静缘 都是原具原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过去了 可是会学的人 就在这个原具原善当中 他的使命感越来越强 你比方说我们去了团体 团体人我是非很多 你可以说 别去了 以后道场都别跑了 当然跑道场并不好 我们不攀缘 没有奉行六合径的团体 那我们不要去攀这个 客厅就是道场了 是吧 好好听经文法 好好在家里落实了 假如真的有团体 一六合静修 那佛头讲 世间有团体一六合静修 可以把佛法洪传到全世界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 是信心危机 没有人做榜样了 家庭没有榜样 团体没有榜样 一般的人看多了 就觉得 还没有人真干了 影响他的信心 不只我们受影响 黄念祖老居士也受影响 黄老 他们是佛教家庭 从小就接触佛法 结果 十几岁 看到很多 很有名的佛教界的人 怎么 追逐名利 不输给世间人 对他影响 对他影响了 后来在读大学期间 考完试 刚好有 有时间 翻开金刚经 读的时候 像醍醐灌顶 一阵一阵的 后来他领悟到了 不是佛法不好 是我们对不起 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他也产生过这些困惑 退心 所以能有团体 家庭 做 落实佛法的榜样 这个会给很多人信心 那我们同样遇到 团体的认我是非 我们有可能生烦恼 也有可能生菩提心 那就看我们这一念心 圣皇之分 在乎一念 所以这个历世恋心 这句话也很有味道 佛经与生 这句话在哪里 历世恋心在哪 陈德现在在跟你们交流 你们也在恋心 恋什么心 听着听着 真的吗 听着听着 有点想困了 打个盹 不知道 陈德法师会不会看到 这都是恋心 那这个也恋我的心 我应该说 大家想睡就尽量睡 对啊 你想睡尽量睡啊 你五分钟啊 恢复精神 你在那里 硬撑着 那个眼皮都掉下来 硬撑起来 你是在半梦半醒之间 过了一个半小时 下了课 啥也没记住 你不如好好睡他 五分钟 十分钟 是吧 这个策略要正确 我这个话讲在拳头 大家就没有挂碍了 是吧 但是你睡的时候 要前后点头 不要左右晃 我的定力还不够 你左右晃 不对 不对 我会越讲越心虚了 你前后 讲的有道理 这样我还会有点灵感 这个佛法 真的是与生 它是心法 你每一个佛教的词 它骗一切处 是吧 无助 在哪里 你随时六根切处 六成境界 你不能产生执着 就是无助 刚刚提到了 这个老人家来看病 给他一把麦 老人家 你 是不是常常头晕 头痛 他说对啊 你都几点起床 三点多 你怎么不多睡一点 睡眠不准会头痛 他说老法师说了 要赶快去极乐世界 你看他听一句 赶快去 他就产生执着了 睡眠不足 长期血压会升高 哪一天 哪一天突然倒下去了 那怎么赶快去 所以你听经 不能听 执着点 执着点一出来 你就顾不着 全面了 一只成病 所以人要越来越敏锐 敏锐自己的心 因为一只 你的心就会有一点复杂 就会不安定 赶快去 赶快去 那个就急躁了 观心为要 让敏感 我这一次 在多伦多跟同学们 交流 念佛 这很重要 修行要正住双修 正修是什么 念佛 净土法门正修念佛 助修断恶修善 积功礼德 正住双修 这景录里面 好多都是 指导如何念佛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哇 你真开始好好念佛了 念着念着 过去的事浮出来了 下礼拜的事跑出来了 过去未来烦恼 很多啊 就是在念的时候 出来了 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生佛号要分别 专念现前一句 不求一心 不断的妄想 你不要在那里 哎呀 我要念多久才能一心不乱 那是打妄想 也不要去 哎呀 我要把妄想都念掉 你起念了就是妄想 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只要字句分明 所以念佛不是很复杂 别搞复杂 一切莫管 事情放得下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实念句 结果我们一谈 来我们今天来探讨 从下楼的教会 探讨念佛 我这句话一讲完 有一位同修马上接来 念佛好难哦 我当下就跟这个同修说了 现在不是啊 念佛很难 是你的念头啊 产生的很难 障碍不会在外面 障碍在你念头 你把它想得很难 它就很难 一切法 从心降生 我们这个很难的心态里面 很可能是因为 我过去念了 我觉得不得力啊 可是问题是 你过去念的时候 你有没有总结经验 你有没有找到问题点 有时候我们觉得难 是我们耐性不够 太极性质了 我现在是分析 我不是说那个同修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能常常听别人分析 要越来越来越来越会观照自己的状态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所以这个不怕念起 这个不怕念起啊 只怕绝齿 我们这个念头一起来 好难了 你就有分别了 难易就是分别了 进一步就执着了 贪容易的 困难的 都溜得比别人快 那这样叫修行吗 会修行的人 在进阶当中 放下分别执着 放下 难易 爱真 你为什么会爱 爱之执着 因为你有喜欢 你就爱 你有讨厌 你就躲 你最重要的本分 可是你不欢喜 你就躲 去做义工 人家都赞叹 自己很舒服 你就拼命去做了 你看他现在当父母的人 很喜欢去做义工 不喜欢跟孩子好好啊 沟通 我现在孩子青春级啊 太难搞了 变成 你的孩子是你现在 比较重要的因缘 你那个义工啊 你没去 他这样赚啊 你这个孩子 这几年 你不善巧方便 菩萨士德 好好去用 你以后就没机会了 因缘过了 尊尊敬奋 很重要啊 所以 会修行的人 是在境界里面 要放下 爱真啊 分别执着 所以老和尚常说 你会吗 那这个要常常问自己 不能有柱啊 金刚经 以无柱为终 华言经 以什么为终啊 你们不要被我一问 就开始紧张了 代表你们容易紧张 这个是小时候 弱的印象 曾经在课展当中 被老师叫起来 不通不通 老师又在同学面前 给我们批评 这个弱的印象太深了 会修行的人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落印象 以前那些印象 赶快用佛号 把它清掉 不然会影响自己的真心 我们一静下来 你看老和尚讲华言经 或者讲其他的经啊 常常引华言的 拿几句话 那个就是他的终啊 我一讲你们就知道了 使法界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是吧 对啊 所以以法界为终啊 法界 你整个宇宙啊 所以 要心包太虚 亮周杀界 在华言经 十回相评 老和尚还写出木宝来的 法性 变在一切处 是法身啊 我们的真身啊 法身 一切法都是我们的身啊 叫法身啊 法性变在一切处 一切众生 及国土 三世 西在 无有余 三世是过去 现在 未来 亦无形象 而可得 我们的真心 不是形象 不是物质 所以 知一切法 及一念 一切法 整个宇宙 从哪里来的 我的一念变的 整个法界 就是我的一念心变现 众生皆是 素善有 众生都是 过去生的 善有 甚至是 一切男子是我父啊 一切女人 是我母啊 世间一切同法性 十方三世佛 共同一法身 所以 世明入佛之之见 我们现在要以佛之佛见 来思维 所以一切法 就是我的一念心 哇 你真的掌握了 这法界是我的心变现的 你掌握了华言 以法界为终了 你不责怪任何人啊 这是我自己的心性事变 不能怪别人 哇 你看你掌握一个中趣的时候 你容易随时都在道中啊 好 所以言经贵在得子啊 第二 这个内典研究班班训 第二条 言语先济次序 言语 这个先讲什么 后讲什么 这个言语有很多原理原则的 你讲话不能眉头眉尾啊 眉头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眉尾 你讲话的目 你怎么 讲讲讲的 没尾了 到底是来交代什么 人家搞不清楚了 知所先后 讲话先后次序 比方说我们劝别人 你的言语 要先美其常 要先肯定人家的常处 盖其心 盖其心喜 他听了 欢喜 他觉得 你为他好 你后面再提醒他的 他容易接受 盖其心喜 善言意入 这次序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 比方说你这个人比较直 刚好大家都在忙 在一个活动当中了 结果这个同仁呢 他也在那忙 忙着忙着 你觉得我一定要跟他讲哪一件事 他哪一个情况 然后你就学 我跟你讲 你那里不妥当 他本来对你笑笑的 然后你越讲 他脸就崩起来了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没有感觉到 我讲错话了 没有顾及到 他在那干的流了那么多汗 你肯定都没有 我这个人就这么直 你不能干错这些事 不然你就没有功德了 调剂人情 发明事理 这个是次序 当然讲错话 一次就好了 一次就要记取教兴了 这才叫历史练心 练出记性来 练出经验教训 这样就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了 办事要求精细 要做事越来越细心 但是细心不要变成越来越担忧 那个又过了 心要练 不能过 也不能不急 这个不容易 比方说那很热情的人 他一下到团体里 希望这个团体好 提了很多意见 这个就有点过了 提了之后呢 人家都不接受 不提了 那一下又到不急了 我们修行了中道 中庸之道 我们提了 我们不变我们的初心 我们懂得 可能信任再高一点 再来提 用什么方式提 别人比较能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初心没有错 我是为了希望把事办好 希望把人服务好 人不能检讨到最后 自己可贵的初心 都被自己给佛了 到最后你自己都没信心了 好 精益求精 这个办事要求精细 文字练习畅达 我有时候接到那个短信 看了很多遍了 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我发回去给他 我说你可不可以自己先看一看 这代表什么 我们对人不做尊重 自己匆匆忙忙写了一段话 根本都有错别字 表达都持不达意了 自己没有看几遍就发过来了 后来 这个 我跟他提了 不顺啊 错别字啊 跟我改了三四回 我哪有那么多 American time啊 我哪有那么多美国时间 当然我不会把他拉黑了 拉黑会结怨的 所以这个文字啊 言语啊 是我们接触大众 一定要用到的工具 一定要具备的能力 我们现在也太懒了 不下功夫 都想蛮混过关 这个蛮混呢 不是学佛是这样 以前养成习惯 现在一学佛了 强者先迁 这个蛮混还是会献钱 所以学佛啊 是让我们放下贪嗔痴 放下不好的个性 习惯 不是这个贪嗔痴换对象 不是这个坏习惯的换对象 继续发展 那你这个佛法就不得利了 比方说我傲慢 结果学了佛换对象 更傲慢 为什么 我懂道理多了 我更能指指点点 那不是更傲慢了吗 所以 这个承德有一次 有一个同学来载我 坐上车 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了 我印象很深 我最怕遇到学佛的人 我跟他说 我说我给一点小意见 我觉得这句话要改一下 我最怕遇到学佛执着的人 他说对对对 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注意 大家不要只有笑啊 一个人 因为看到人家执着 你会产生情绪啊 哇 这太执着了吧 你一产生情绪啊 你讲的话呢 把所有学佛的人 统统拉下水 我最怕遇到学佛的人 哇 你看 那老和尚也学佛了 是吧 人啊 不能情绪化的言语啊 口业太重了 比方今天 哪一个国家的人 得罪你了 你一开口 我最讨厌 你看这个照不照口业啊 讲话要隐恶阳善啊 是吧 哪怕那个国家的 你遇了几个很早恋啊 你都要说某一个地区 不要跟人家那个地区结恶缘了嘛 隐恶阳善也是一个言语的 很重要的原则 道人善即是善 人之之欲失眠 阳人恶即是恶 即之甚或且重 这两句话已经对比出来 同样讲一句话 差别很大 一个是 可以带动团体良善的风劲 一个可能会招来或患 急之甚或且做啊 人家可能会报复啊 再来知过必须历改 大家看这个班训里面 有讲到言语 有讲到文字 有讲到办事 还有 言语 办事 文字 都跟我们的德行离不开 话要怎么讲得好 你要心要修好啊 言语是心之身啊 办事怎么办得好 你的心要调到缓和啊 不能那么着急啊 遇到人事问题啊 心要平等了 恭敬了 不能跟人对立啊 所以德行排第一啊 德行当中 知过改过啊 知过必须立改 老儿上说修行就两件事 知过改过 因果至因生性 第六点 生性因果对自己修行帮助非常大 我们要问问自己啊 我们有没有生性因果 这一个礼拜 我们还有不高兴的时候啊 就没有生性因果啊 生性因果的人 遇到逆境恶元啊 心平气和 而且还会生欢喜心 哎呀 我再还了 我不再一身轻啊 不会起情绪了 生性因果是良药 所以 我接到一个stick 印象很深 别人怎么对我 是我的因果 他骂我 为什么不骂别人呢 是我的因果 别人怎么对我是我的因果 我怎么对人呢 是我的修行 就有味道了 不能他对我不好 我就对他不好啊 那我不是白修了吗 他恶意对我 我还对他慈悲 这才叫修行啊 这个才能把恶元 转成法元呢 转冤亲为法律啊 这因果至因身性 接着第七啊 动明人情 世故 这人情世理啊 要懂得啊 论语当中啊 也都有交往 人情世故 因为今天是论语课 我得多举一些论语的句子 不然又要有人 要给我抗议了 讲论语 又没讲论语了 可语言 而不语之言 诗人 你时机到了 可以跟他讲 你没有跟他讲 你对不起他了 你们有没有遇过 亲戚朋友跟你说 你那时候怎么没有跟我讲啊 那你看 害他出了情况了 除非是你讲了 他不听 那另当别论 不然你真的就 对不起人 不可语言 实际没道 而语之言 诗言 讲错话了 他体恤人情 君子 不识人 亦不识言 老和尚也指导过我们 这个言语的人情事理 二十岁以上 二十岁以前 可以讲 二十岁到四十岁只能暗示 四十岁以后不能讲 这是不是人情事理 当然 我们大臣佛法讲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大家不要 马上背一个公示 人一来 我还没到二十岁 赶快讲 我什么都没说 你要理解什么 这段话告诉我们 一个人 这个面子还不重的时候 可以提醒 面子很重 你就不能提醒 我看现在七八岁的孩子 你讲他两句 嘴巴翘得很高 不能讲 不然你跟他结怨 我也有遇过 五十多岁了 六十多岁了 你提醒他 千恩万谢 你给我提醒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对我修行重要 我真的提醒过 上次跟大家举例子 五十多岁了 比我大好几岁了 他分享到 他跟他婆婆相处 我马上提醒他 你这两件事 问题出在哪 你都没发现 他听完 跟我说 我假如没有找到这个问题 虽然我婆婆往生 这样的情况照样 在我跟我母亲的相处会发生 我听完他的话 我内心里面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哇 这个人善根太后了 都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 人家劝还劝 他还那么欢喜 为什么 他真向道 他真希望 不要脑害他 希望他接触的人 多深欢喜 多能利益到他们 所以这个人情事故 说穿的就是 能体恤人心 出言顺人心 人情不可服 需要顺法调之 这个都是古人总结的 这种义理 你看 入境要问俗 入国 要问境 每个国度 不一样的 我曾经到 比方说印尼 印尼办学很有意思 你要有宗教信仰 他才让你办学 可是你到另外的国度 可能不一样 那你假如都搞不清楚状况 你就把事给搞砸了 包含 你在任何境界 你都要知道 现在这个言 谁是主 谁是伴 谁是主角 谁是配角 结果你是配角 你搞不清楚状况 结果那个聚会 你话讲最多 你铁定做错了 然后老板说 下次 把他拉黑 不要带他来 尘事不足 败事有余了 你看这 每一天发生的事里面 我们都要去体会 你对人情事理 就越来越敏锐了 你看 出言顺人心 比方说你今天 在 传统话 传对 你在跟人沟通的时候 老法师说 会这么讲话的人 有没有体恤人心 人家一听 你来老法师来压我 好 诸位同修 你们假如遇到 哪一个人说 成德法师说什么 成德法师 你们小心啊 这不是我的意思 我不想跟他共业 他不能把我拉下水 你心柔软的人啊 你不会 这种讲话 就压人了 好 包含常理局要讲的 交浅不可延伸 这都要懂 你们有没有经验 遇到新政室的朋友 哇 掏心掏肺 啥都讲 最后搞得有点不愉快了 人家说 你知不知道他们家 走走走走 这样 你在那儿气了半死 别气 我受功德领而已 不生气 怎么办 经一世 找一智 不饿过 我以后不犯这种 错误了 交浅不可延伸 绝交不出恶言 好的 善始善终 绝交都不出恶言 随缘消旧一眼 不再照相扬 最后呢 学问切实履行 这解形相应 要学直路 直路有闻 未知能行 唯恐又闻 他听到一个好的教诲 他就放在心上 好好去落实 他不贪法 不贪听很多 他强调好好去落实 而且大家不要小看 落实一句经句的受用 我举个例子 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个人念三个月 我保证他的气质都变了 他真念三个月 他一定会产生 我以前听经 好像比较听不懂 怎么我最近听 好像理解力提升了 老上讲的我 我比较能领会了 因为心提升了 念念为人想 烦恼就少了 烦恼就是从 我贪 我称 我称 我慢 我依赖了 我越来越淡了 当然这些烦恼就少了 烦恼一清 智慧就涨了 你说到根本处 这个理都不难理解 心是根本吗 好 我们这个班信 先交流到这里 时间已经过了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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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